法兰克的鼎盛时代 加洛林王朝 公元751年 批平三世正式废掉了莫罗恩王朝的国王 自立为新的法兰克国王 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那就是加洛林王朝 加洛林王朝名字的由来 是因为批评家族喜欢用加洛尔作为家族成员的名字而得来 加洛尔在拉丁文中就是查理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查理家族依然是法兰克人的一部分 他们建立的加洛林王朝 依然延续了法兰克人在高卢的统治地位 有所区别的是 查理家族所在的法兰克群族 是从原来的莱茵河下游隐岸地区崛起的 也就是说 新的王朝的诞生 让宾和法兰克人成了高卢的统治者 矮子批评的篡位 铁锤查理 克罗维去世之后 莫罗温王朝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 查理马特依靠奥斯特拉西亚自由民组成的军队 平定了各地的叛乱 重新统一了纽斯特里亚 柏耿蒂和阿奎丹等地 阿拉伯人在公元711年征服西班牙后 公元720年越过了比利牛斯山 夺取了纳尔邦地区 攻入了法兰克王国阿基丹 直抵波亚迭 查理亲率大军赶到都尔 于公元732年10月 两军在金法国境内的罗亚尔和之南 都尔与波亚迭之间的原野发生激战 阿拉伯人败退 都尔之意不仅捍卫了法兰克王国的独立 也从此阻止住了阿拉伯人向西欧的继续深入 查理一战长明 获得了铁锤查理的称号 最后查理成了法兰克王国的实际统治者 虽然如此 但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公相的身份 一直在为自己的家族 能够统治法兰克王国做了准备 终于在他去世后 他的儿子批评三世 掌握了王国大权 人称矮子批评 有着矮子绰号的批评三世 虽然是手握实权的公相 但是要废掉正统的国王 他的心理还是没有底的 毕竟在舆论上处于劣势 这时 罗马教皇看准时机 搞了一把政治投机 他表示 坚决支持批评 废除莫罗温王朝的国王 然后取耳代之 并改朝换代 在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后 批评三世终于实施了自立为王的改朝换代的行动 他在苏瓦松假模假式的上演了一场在贵族拥戴下做皇帝的把戏 批评三世当上国王之后 罗马教皇立即派出和他关系友好的主教前往苏瓦松 参照宗教程序被批评举办了一场加冕礼 作为当时整个欧洲具有精神垄断的宗教 天主教的加持 也让批评的王位终于坐稳了 计划成功之后 批评三世将意大利中部的地区 划给教皇作为对教皇支持的回报 不过在丢失这一片领土之后 批评三世出兵 征伐高卢南部地区 成功的将那里纳入王国的版图之中 英明神武的查理大帝 公元768年批评三世去世 在去世前 批评将自己的王国分成两半 北部由大儿子查理统治 南部则由小儿子卡罗曼统治 这种愚蠢的行为造成了王国的分裂 批评的两个儿子 差一点为了争夺王朝的正统地位而兵戎相见 事情最终因为卡罗曼在公元771年的去世而消解 卡罗曼死后 他统治的王国全部归查理所有 查理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 他继任王位之后 开启了一轮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进一步扩张了前朝克罗维建立的国土疆域 这个国家在英明神武的查理大帝的 率领下迅速扩张 最终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强大帝国 拥有 有了惊人的扩展 原本就已经扶原辽克的法兰克王国 已经成为王朝疆域的一部分 鼎盛时期的加勒尼王朝 其疆域几乎覆盖了除意大利部分地区和西班牙之外的整个西欧 完全可以与当年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 查理称帝 随着王朝实力的不断膨胀 查理要建立一个如同当年罗马那样的帝国 只是时间问题 除了拥有建立帝国的足够实力外 查理本人也有那样强烈的愿望 首先就是罗马帝国的榜样力量 其次就是周围的一些人向他灌输帝王思想 宫廷的内部文宣机构也在大肆宣传 为加勒尼王朝向查理帝国转变积极造势 查理称帝还有一个偶然的因素 那就是罗马教皇利奥三世的突然加冕 利奥三世很早就希望与查理结盟 因此他常常对查理说一些奉承的话 利奥三世多次对外宣布 查理应该成为罗马人的皇帝 这惹来了很多罗马教廷贵族的不满 这些贵族发动了突然袭击 软禁了利奥三世 并威胁要挖掉他的眼睛 割掉他的鼻子 并且还对外宣布利奥三世与人通奸 听到消息之后 查理派兵解救了利奥三世 那些反对他的教廷贵族则被关押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之后 查理带着这些人前往罗马 召集罗马的教廷与世俗官员 以及法兰克王国官员召开了公开大会 在会上查理帮助利奥三世洗脱了罪名 同时表示会全力支持利奥三世 稳固了利奥三世的教皇地位 在会上查理像父亲批评三世那样 导演了一场劝尽的戏码 与会人员则纷纷表示 希望查理能够成为整个罗马人的皇帝 查理则谦逊地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 面对查理的知欲知恩 利奥三世自然是感恩戴德 决定找机会报答他 公元八百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查理前往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做弥撒 以及庆祝耶稣的贩臣 正在做弥撒的过程中 教皇利奥三世走到查理身前 突然拿出一领皇冠戴在他的头上 并高声宣读自己代表上帝 授予英明长盛的查理为罗马人的皇帝 于是查理通过这场加冕仪式正式成为查理大帝 虽然后世对这场加冕仪式是查理导演的戏码 还是利奥三世处于报答他的知欲知恩 而擅自行动 一直争论不休 但这次加冕也成为了查理由国王到皇帝的临门一角 查理虽然通过长期征战建立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强大帝国 但是这个帝国并不稳固 查理死后 他一手打造的帝国急转直下 法兰克人的分裂再一次在加勒林王朝重现 查理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继位 路易没有查理的雄才大略 无法治理好父亲留给他的强大帝国 于是他在公元817年将国家分出一部分 给自己的几个儿子来进行统治 其中长子罗泰尔为唯一的王位继承人 幼子批评为阿基坦国王 路易为巴伐利亚国王 前称者路易的侄子贝尔纳为意大利国王 这就是著名的路易分土 这次的分割让查理帝国的实力大损 也成为加勒林王朝衰落的开始 歪瓜裂藻的后代们 实际上除了分家所带来的帝国的衰落之外 导致加勒林王朝快速摔落的更重要的原因 是这个王朝之后的历代皇室人才凋零 大多数皇帝都是歪瓜裂藻 这从后世对这些皇帝们的起的外号就可以看出来 比如秃头查理 胖子查理 傻瓜查理 昏庸者查理 孩童路易 忙者路易 和结舍者路易 这些人都曾经是查理帝国的统治者 由他们来统治这样的帝国 后果可想而知 查理大帝虽然有七个儿子 但是属于名媒正取的后妃所生的只有四个 又认为常理长达四十七年在位时间 他的四个儿子当中的三个 因为各种原因 先他一步离开了人世 唯一拥有继承权的 就只剩下第四个儿子 软弱仁慈的虔诚者路易 很多人曾经对软弱的虔诚者路易的才干 长虚短叹 但是很快他们发现这位路易皇帝 在后世的查理帝国的统治者面前 还算是优秀的 因为前程者路易虽然软弱 但至少相貌堂堂 待人和蔼可亲 极富个人魅力 这为他赢得了好名胜 前程者路易之后 查理曼帝国的后世继承者 几乎是一代不如一代 在当时皇权至上的时代 皇帝的昏庸无能 对国家的发展 可以说是致命的 当然 作为分裂查理曼帝国的始作俑者 前程者路易对帝国的衰落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正是在他在位期间 将帝国分而至之 为帝国日后的彻底分裂 埋下了伏笔 由于前程者路易 毫无父亲的英雄气概 这位在位期间软弱无为 他的几个儿子 在担任一方统治者后 越来越不希望自己的统治权 受制于中央政府 一直想念着 能够直接将自己的领土 变成独立的王国 因此 在前程者路易还在世的时候 他的几个儿子 就已经为了争夺地盘 而相互征伐 前程者路易处在一种 无法掌控国家局面的翻译经地 他本人也沦为了几个儿子 拿来利用的玩物 樊尔登条约 公元840年 希望能与世无争 天下太平的前程者路易 在国家的动乱中离开了人世 他的那三个早已经 急不可耐地想要瓜分帝国的儿子 正式将国家分裂 建立自己的王国 把这一想法提出了台面 就在这一年 前程者路易的儿子们 在凡尔登正式缔约 将帝国分成了三块 从西到东 分别是西法兰克王国 中法兰克王国 东法兰克王国 具体的分法是 秃头查理继承了西法兰克王国 是位于埃斯科河 马斯河 索恩河 与罗纳河以西的大片领土 日尔曼人路易 获得了东法兰克王国 是位于 莱茵河与伊北河之间的大片土地 东法兰克和西法兰克王国之间的 长条形狭长地带 是中法兰克王国 有前程者路易最大的儿子 罗泰尔继承 此外 罗泰尔还继承了父亲的皇位 史称罗泰尔一世 凡尔登条约 对查理曼帝国的影响 可以说是致命的 很多史学家认为 这标志着查理曼帝国 乃至加罗林王朝的名存实王 当时 严格地来说 帝国王朝还是以分裂的形式存在 比如 皇帝就不是罗泰尔一世 或者其后代一直做到底 而是三家轮流来做 秃头查理就曾经在公元875年 至877年担任过帝国的皇帝 不过 凡尔登条约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影响来说 却意义重大 因为 这三个法兰克王国 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 尽管如此 这次的分家 还是让帝国分崩离析 分家所造成的帝国实力的下降 统治者的软弱无能 再加上外来者的入侵 强大的帝国 很快就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公元850年 来自北方的诺曼人乘坐数百艘战船 从诺曼底登陆 开始了对法国一个多世纪的入侵 他们在法国境内大肆烧杀掠夺 很多城市都遭到了抢劫或者占领 其中就包括鲁昂和巴黎 查理曼帝国内部的昏庸无能 统治者已经无法像祖先那样 将蛮族打得一败土地了 只能通过割让土地 支付赎金的方式 向入侵者屈服 直到公元987年 加勒林王朝正式覆灭的那一天 这个帝国再也没有出来一位 有才能的统治者将诺曼人赶出法国